一身笔挺西装 他是Airbnb共同创办人布莱卡斯雅克 旋风访台会见平面媒体一小时 全全部公开布局台湾低调进行 这个增数绝对是超过我们平均在全球的一个增数 号称走到哪住起来都像家 有闲置房间就出租随时进身房东 Airbnb成立七年火速窜红 全球有百万个房源 即使在台湾没有任何据点 房源也突破一万 最主要自住的一个住宅 或者平常自己在旅游的时候 不住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房子分享出来 主打共享经济 Airbnb在台湾却不见得合法 什么房都租得到 消息一出旅宿业大反弹 就怕非法的日租套房 搭网络平台便车就地解套 跟政府行政院这边的一个会面 也是想要了解在民宿法的法规法令之下 跟在民宿方面有很多的一些合作 我们的业者常常都跟我讲 说理事长必要的话 我跟你走上街头 表达我们对政府 没有启蒂非法旅馆的抗议 承诺沟通也愿意缴税 Airbnb不挑战法律 但台湾民众愿意买单吗 不会 如果不合法就不会 那应该要先提出一些 就是合法的程序或申请 就是确定它整个是合法以后 我觉得民众会比较容易去接受 瞄准台湾观光商机 即使Airbnb商业潜力无穷 但如何跟台湾敲出共事 前方挑战重重 东森曾经新闻 陈敏方魏林燕 推广到